朝鲜燕山君时期,因燕山君保证无德,朝政被奸臣把持,为首的奸臣便是任氏父子。 任氏父子对上阿谀奉承,对下指手遮天,已经成了燕山君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。 燕山君荒淫无度,醉心于九池肉林的游戏,极为宠爱妓女出生的妃子张绿水。 除此之外还将数千名医女强冲为官戒,并时常将民女强行掳制宫内与之交欢,也许是缺德事儿感多了,燕山君常有虚妄之感,甚至认为有地狱使者要来索取她的性命。 为此,任氏父子便向燕山君敬言,人不有意思,何不趁着活着的时候想尽人间美好。 听尽谗言的燕山君于是下令网纳全朝鲜的美女,并任命任氏父子为彩虹使,专门负责到朝鲜八道寻觅美女。 从此,任氏父子便领指下道朝鲜各道,四处网罗美人。 当然了,任氏父子这对奸臣,这么做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燕山君好,他们只是希望通过美色来控制燕山君,从而进一步把持朝政。 因为任氏父子这对彩虹使的道来,朝鲜八道顿时陷入一片慌乱,但凡有些姿色的女子都被强行带入网宫,无论是未出格的少女,还是已成人妻的妇人,甚至是还在守伤的寡妇,都被强行征召入宫。 一段时日下来,总共征召了近万名女子,且都是姿色和身段上等的美人。 但任氏父子中的儿子任崇在还觉得不够,燕山君看过多少美色,就凭这些雍之俗粉如何能入得了他的法眼。 如今,燕山君的妃子张绿水备受圣宠,以致权势熏天,任氏父子需要找到一个绝代佳人,从而取代张绿水的位置,进而助他们稳固朝堂上的地位。 为了找到这个绝代佳人,任崇在每日流连街头,这天任崇在看到有人在街边表演讽刺燕山君的杂耍戏,便驻足观看了一会儿。 熟了杂耍一人摘取面具后,竟是个容貌绝美的美人,任崇在当即便认定这个女人,就是她苦苦找寻的天下第一美女。 女人名叫丹西,虽是个市井图户,却身段迷人,游善无导,另任崇在意外的是,丹西居然主动请求,希望能进宫,不是燕山君,原因是想替付还债。 最终,任崇在将丹西带进了宫,作为一万名被彩虹的民间美女之一,燕山君将这一万个美女称为运萍,并将运萍们按照姿色分为上级和下级,将传授学识,培养人才的成军馆和红文馆都改成了一项。 让这一万个运萍住了进来,上级运萍在成为兴青,也就是姿色上家的妃子之前,要在成军馆接受训练,下级运萍则在红文馆和圆爵寺进行训练。 一万个运萍中,大多数虽是被抢虏而来的,可还是很多是为了钱财和地位而来的,因此能否成为兴青,侍奉燕山君就是他们逆天改命的关键。 可要成为燕山君的女人,谈何容易,从颜值五官到身材身段,甚至是对房中知识的熟练程度,都是考核的标准,或者成为女人中的上品。 运萍们每日需要接受各项高难度的训练,很多女人都因训练的坚固而支撑不下去,坚持到最后的只有两个人,一个就是丹西,另一个是雪中眉。 雪中眉是京城名界,不仅要饶过人,而且尤其擅长规防之术。 更重要的是,雪中眉是燕山君的宠妃张绿水的人,张绿水就指望着雪中眉能拔得头筹,从而借此稳固自己的地位,如今能成为兴青,并在后宫立足的就是这两人。 于是,张绿水暗自帮助雪中眉训练,任崇在,则暗中帮助丹西训练,这两个女人谁能赢得燕山君的心,哪一边就能获得更大的势力。 终于,到了上等孕瓶们面胜的时候,燕山君在店内摆上各色食物,让孕瓶们选一样吃,然后借上自己,但这些都不是普通的食物,几乎都是腥臭难闻的动物内脏等等。 根据孕瓶们的姿色和吃食物时的表现,燕山君将孕瓶们又分为家人、美人、财人等等,但这些美人、财人之类的,虽都颇有姿色,但表现都平平无奇,燕山君早就看腻了,除了雪中眉。 不愧是冥界,雪中眉利用自己身安房中之术的长处,一举讨得燕山君的欢心,还被燕山君称为是鹤立鸡群。 轮到丹西了,只见丹西仿若无事般地吃下一道极其腥臭难闻的菜,母牛子宫胎盘,看到这一幕的燕山君兴奋了,还有丹西说吃完之后的感想,令所有人都大感意外的是,丹西竟表示他很伤心。 所谓胎盘,象征的其实是燕山君和其生母尹氏,尹氏为沸妃,在燕山君五岁时因后宫斗争而被赐死,这是燕山君一生最大的伤痛。 丹西的话隐隐道出了以示之死,燕山君听后竟落下一行泪,没想到这个女人竟懂他燕山君的心,燕山君当即便相中了丹西,还视丹西为埋藏在土里的珍珠,选定由他入宫侍奉自己。 为了让丹西能更好地侍奉燕山君,任崇在亲自教导丹西练习武剑,丹西武姿美艳,动作秀礼,而丹西武剑的动作和神韵竟令任崇在感觉十分熟悉。 伴随着丹西聊人的舞姿,任崇在尘封心底的记忆渐渐苏醒,年少时他曾喜欢过一个少女,两人是一对青梅竹马,可惜少女是叛臣之后,因此两人无缘在一起,回忆渐渐和眼前的现实交叠,任崇在这才意识到,丹西竟然就是自己曾经的初恋,任崇在震惊了,怎么会这样? 这么多年来,他从未忘记初恋,可如今他难道要亲手将喜欢的女人交到别的男人手里吗? 正想着,燕山君就到了,一上来就扑进丹西的十六群下,还表示很快就要举办盛宴了,到时候会定下后宫嫔妃,会给他们应有的名分。 此时的任崇在深陷矛盾之中,一方面他要利用丹西为自己赢得权利,一方面他又爱慕着丹西,眼看着盛宴即将来临,任崇在推说丹西尚且质能,不适合在这个时候献给君王,可他的父亲却执意如此,看着几日燕山君对丹西的反应不同于对待其他女人,再看燕西也是个聪颖的女子,到时候势必能和张绿水,形成分庭抗礼之事。 碍于父亲的命令,任崇在只能乖乖听话,几日后任崇在父子和宠妃张绿水负责解释众位运萍,运萍们需要将叛俯士当作燕山君来伺候,以防势技巧高低进行淘汰选拔,不出所谅,大多数运萍并不安熟防势,唯有雪中梅这个名记讨得了叛俯士的欢心。 轮到丹西时,张绿水故意刁难,要丹西当着群臣的面解下全部的衣衫。 任崇在暗自不爽,谁承想丹西并没有遵照指示,反而将好色的叛俯士给讽刺了一通。 任崇在暗自开心,还好心爱的女人没被叛俯士这个老家伙给糟蹋了。 这之后,任崇在继续亲自教导丹西武剑,希望他在接下来的盛宴中脱颖而出。 与此同时,任崇在支付看出儿子喜欢丹西,他劝劲儿子不要跟王抢女人,否则到时候他们就是株连九族的下场。 任崇在心虚不宁,武剑的动作也随之凌乱,而这一切丹西都看在眼里,丹西弃剑吻上任崇在。 这个动作和多年前一模一样,原来丹西早就知道任崇在是自己的初恋,丹西向任崇在表明心意,他们原本可以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,可如今任崇在的心里却装着权势,他担心又算什么? 任崇在更是一把将丹西推开,他爱丹西也爱权力,可事已至此他必须奉行亡命,可他还不知道丹西此番入宫的目的并不简单。 多年前,朝堂分为两派,一为士林派,一为旧勋派,两派的理念和利益核心不同,为此争得你死我活。 丹西的父亲曾是士林派之首,却因做了一首讽刺燕山君的诗而被诛杀。 在旧勋派的怂恿下,三十多个士林派朝臣被燕山君诛杀,士林派也因此在党派之争中遭到惨败。 那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物武是祸。 此次丹西就是为报复仇而来,他要亲手杀了燕山君这个人灭兽心的君王。 盛宴如气而至,丹西一只剑武身姿曼妙,瞬间拔得头筹,燕山君被迷得七魂八锁。 剑武高潮时,丹西举着愤怒的剑刺向燕山君。 与此同时,对面的山上射来一只飞剑,目标就是丹西。 原来,任重在的父亲发现丹西不过就是个屠夫,他绝不允许这样一个低贱的女人接触燕山君。 于是这次特地安排了杀手要杀燕西。 电光火势一瞬间,一边是丹西要刺杀燕山君,一边是杀手要行刺丹西。 刹那间,任重在冲了出去,抱着丹西躲过了飞剑,而燕山君也躲过了刺杀。 混乱中,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对面山上的刺客身上,没有人察觉到丹西的行刺之事。 任重在因救下丹西而被飞剑擦伤,索性伤势不重并无大碍。 此时的任重在也意识到了丹西入宫的真正目的。 任重在之父察觉到儿子对丹西是动了真心,便再次警告儿子,要他远离丹西,别被爱情蒙蔽了双眼,别忘了他们是奸臣,是要得到天下权利的男人。 可任重在却恼了,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他要得到权利,他要成为王上之王。 为此,任重在告诉丹西,他的复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也绝无可能成功。 他希望丹西能离开王宫,可丹西却十分固执,杀父之仇不共戴天,他一定要报。 另一边刺客被杀,可背后指使的人却始终没有查出来。 丹山军很是恼火,任重在借机挑唆丹山军诛杀残留的叛党,以及站在对立阵营的朝臣,其目的是为了替自己扫清障碍,获大势力。 丹山军再度听信谗言,宁可错杀,绝不放过。 将朝中的士林和勋救两派朝臣全数抓捕,就连这些朝臣的子女和家眷也全都无一幸免。 对付这些叛党,燕山军的手段残忍至极,叛党中有很多人的妻子和女儿都是燕山军的孕凭,燕山军甚至要他们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和丈夫。 经过这次事件,又一波朝臣遭到血洗,燕山军的王权得到集中,任重在父子的势力也越来越大。 与此同时,为了巩固权力成为王胜之王,任重在必须将丹西调离燕山军的身边。 一方面,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喜欢的姑娘被燕山军糟蹋,一方面他也不能让丹西真的杀了燕山军。 为此,在选拔兴轻之际,任重在故意从中作梗,让丹西和雪中梅两人落选。 落选的运萍被安排进了原厥寺,令任重在没有想到的是,雪中梅居然打破了他的计划。 雪中梅暗示叛辅士,如果让他回到宫内,他就将身子给她。 为此,叛辅士便要上宫安排了一场举戒,原本是要举戒雪中梅的,可丹西的分数竟和雪中梅同分。 于是,叛辅士便向燕山军提议,何不让雪中梅和丹西进行一场比试,逃选出最佳的星清。 这个提议让燕山军性质高涨,可任重在却恼了,他也不想让丹西设身其中。 可亡命如此,他如今能做的,只有让丹西赢过雪中梅。 为此,任重在再一次亲身教学,他要让丹西能自主掌握自己的身体。 可面对丹西时,任重在却情难自禁,他希望丹西能离开,现在放弃或许一切还来得及。 可丹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固执,除非他任重在以死来忏悔,否则他绝不放弃,刺杀燕山军。 任重在失望了,如今他能做的只有凤行亡命。 很快就是雪中梅和丹西鄙视的日子,燕山军要这二女鄙视房中之说,谁输了就砍下谁的脑袋给对方。 一番较量后,丹西省出了,燕山军要娶雪中梅的脑袋。 心地善良的丹西及时劝阻,救了雪中梅一名。 燕山军下令让丹西明日入寝宫侍奉,而雪中梅则被赐给丹西做仆人。 眼看着喜欢的女人即将爬上别的男人的温床,任重在只好向燕山军提出,希望把丹西赐给自己。 燕山军知道任重在爱慕丹西,他虽然疯狂,可和任重在从小一起长大,十分信任他。 这次,燕山军让任重在杀了自己。 他非明君,即便左拥右抱,内心却依然风靴,可任重在却下不去手。 燕山军不是明君,他任重在又启示贤臣。 最后没办法,为了保护丹西,任重在偷偷放走了他。 等马车行驶到一半,任重在才发现,丹西和雪中梅掉包了。 此时的丹西正要入燕山军的寝宫,焦急的任重在火急火燎地赶回去,他绝不能让心爱的女人有危险。 与此同时,丹西与另一个臣子密谋杀害燕山军。 燕山军的寝宫墙上镶嵌着一幅画,画上有几把银装刀,其中一把是拍刃的。 而丹西要做的,就是趁着和燕山军行防事时,取下这把银装刀杀死他。 美人在怀,燕山军果然放松了戒备,丹西趁机取下银装刀,正要刺杀燕山军时,却被叛俘士破坏。 原来,那日任重在要丹西离开的话,被雪中梅听到了。 雪中梅为了重返宫中,将此事告知了叛俘士。 叛俘士于是联合宠妃张绿水,埋伏等待丹西入网。 任重在终究是来晚了一波,丹西被活捉,燕山军当着丹西的面杀了他的养父。 任重在也被丹西牵连而入狱,毕竟丹西是他找来的人。 燕山军却放了任重在,还要他杀了丹西以表忠心。 此事丹西已然生不如死,也请求任重在杀了自己。 任重在让丹西陷入了昏迷的假死状态。 事后任重在将丹西送出了宫,随后又找上雪中梅。 雪中梅高密之势,他可以既往不救,但他要雪中梅跟着丹西一起出宫并照顾丹西。 此时的燕山军陷入更强烈的疯狂。 这波运贫或死或伤,他要任重在继续担任彩虹使,继续替自己在朝鲜八道网罗美女。 可事实上,如今的任重在已经厌倦了这个疯子一般的燕山军。 与此同时,部分朝臣正密谋推翻燕山军,领力兴亡。 任重在找到这波朝臣,并加入了他们,而推翻燕山军的契机就是第二次的彩虹。 只要在朝鲜八道及其民变,推翻燕山军就有了足够的出世之名。 等任重在彩虹归来的那一天,就是民心到达极限的时候,也就是朝臣们举世的时候。 一段时日后,任重在彩虹归来,起义的时机已到,朝臣们都暗自做好了准备。 任重在借口运萍们都在雷鹰院将燕山军带来过去。 可等燕山军到了雷鹰院时,雷渊却是空荡荡一片,只有任重在一个人举着刀对着燕山军。 任重在先是狠狠羞辱的燕山军,燕山军喜欢肤白、圣臀、高疲凉的美人。 任重在便换来一群符合燕山军审美的母猪,最后关上门。 完成这一切后,任重在射出信号箭,臣子们闻封攻城。 剑封使舵的叛府是率军投城,另一边得到消息的丹西来到王宫,他还想要亲手杀死燕山军。 此时,燕山军正戴着面具躲在寝宫里,丹西举刀便要砍下。 可当看到眼前之人的双眼时,丹西的动作又停下了,因为那分明是任重在的眼神。 是的,任重在穿上了王的衣服,他想担心杀死自己,以求得解脱。 可担心却没有下手,他要让任重在活着还清罪孽。 这时候,任重在支付闯了进来,父亲要任重在告诉自己燕山军藏在哪里。 燕山军掌权时,他本想和儿子一起成为王上之王。 可如今局势已经不可逆,他要杀了燕山军,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新王。 可任重在却没有说出燕山军的下落,因为丹西的出现,他已经不再迷恋权势。 父亲气急败坏,要杀了这个蛊惑自己儿子的妖妇,却被儿子死死拦住。 为了保护丹西,任重在只好用自杀来结束一切。 他希望自己的死能洗清他们父子曾犯下的所有罪孽。 任重在身负重伤,临死之前留下一院,希望臣子能将丹西带出宫。 臣子答应下来,将丹西带离王宫。 与此同时,臣子点燃大火,那本记录着运平名字的花名册和任重在父子一起被熊熊烈火包围。 很快臣子找到了燕山军,此时的燕山军已经彻底疯了,那些母猪也成了燕山军最后的运平。 这一年是1506年,燕山军的统治被推翻,彩虹石也随着燕山军一并消失,进城大军被立为新军,史称中宗。 新建立起来的政权里,那些曾经反正的忠臣又成了新一轮的奸臣。 多年后,雪中梅成了街头的艺人,时常给人讲起那段残酷又悲伤的历史。 雪中梅还有名搭档,搭档正在唱讽刺燕山军的戏,但兴也在人群中观看。 雪中梅是一搭档,搭档摘下面具,竟是任重在。 当年雪中梅将任重在救了出来,如今的任重在面部被烧伤,已经无人认得他就是曾经的那个彩虹石了。 任重在和丹西隔着人群互望,然后相视而笑,这一场血腥的权力风波仿佛过眼云烟,如今还能活着相见真好。 乱世中没有黑白,杀戮中没有对错,唯有爱情是永恒的症结。 在那样一个乱世里,爱情总是沾染着血腥味。 任重在和丹西,一个为权力,一个为复仇,一个心狠手辣,老恋成腐。 明明深爱着对方,却不得不将心爱的女人亲手送入虎口,一个外貌清纯,细致出众,却一心想要复仇。 为此不得不将自己对奸臣的爱隐藏起来,他们都深爱着彼此, 却又不得不在爱欲和私欲中来回挣扎。 这是一部披着权力斗争的唯美爱情片,历史更迭,世道流转。 原本的奸臣到最后成了忠臣,原本是忠臣,反而又变成了奸臣。 权力的争斗永远都在循环往复,一个时代也终将被另一个时代所取代。 帝王、臣子、百姓,不论奸臣或者忠臣,历史的命题总是由这些元素构成。 只是到头来什么忠奸善恶,什么是非黑白,都抵不过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一点爱恨情仇。 电影结束,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了,欢迎点赞,留言,关注米充。 每天定时打卡米充关影,一整天嘴角向玩玩哟,拜拜。